心部 那這裡可以稍微分點出息 重案 略重 拉開,這樣左右就有出息了 靜,左邊的輕 上面短橫,一般可以寫重 長橫,輕一點 拉開,靜 好,注意間距,橫畫間距 古代的靜跟現在的靜不太一樣 現在的靜上面是寫這樣子 但是都是降低的一些,效果比較好 靜 好,可以拉開 夠 靜,琴,琴,琴 一樣,上面都可以寫重 用這個 長橫,加一點擺盪 然後樂內可以寫這種習慣動作 帶一點勾的片 好,琴 一,一 下方 點 點 離 好 輕 往外走 彎 彎的好大 往內折 再往外點 心 動 動 左邊高 右邊低 動 左邊高 左邊也會略大 因為筆畫多 它會寫的略大 另一個筆畫比較少 所以它習慣會寫低一點 動 繩 繩 可以拉一個左 輕又重 輕盈的 輕盈的 又重 又重的話 就稍微結實一點 就把形式化部分去掉比較多 這樣就會久輕又重 皮 我們來個上重 下輕 上重 有點出息 也不一定上重下輕 這邊略重 這邊可以輕 因為這兩個筆畫一樣 不要寫的質感太接近 這樣我覺得沒變 它的撇通長很大 配上一個很長的 納 皮 手 我們可以拉一個安定一點的手 沒有人說一定要從頭到尾都晃來晃去 有時候可以適當的安定一兩個字 讓這個字質感呈現 不太一樣 不用每個字都跳來跳去 針 針 好 短橫可以重一點 腰身就不用太寬 太寬 反正就鬆掉 好 這裡拉開撇 撇可以長一點 不能太小 好 筆 這是上短下長 跟現在字不太一樣 現在標準字上長下短 古代的標準字剛好上 下長 跟現在字不太一樣 滿 滿 滿 左重 左邊重 右邊輕 輕盈 這種東西叫刻意的設計 輕盈 這樣會明顯看左重右輕 即興 生命 揺動